新权乡公所也举办了 112年全民元旦升旗乐活健走 及节能减碳空污防治宣导活动 借由乡亲参与升旗健走 来启发乡亲集体意识 还有国家的认同感 家长和立谈 每年都会精心举办各项活动 除了升旗典礼也增加了健走 还有民有公园花海等等 要让乡亲活得更健康 而且生活很美丽 112年元旦全民升旗乐活健走 及节能减碳空污防治宣导活动 借由乡亲参与升旗健入活动 激发乡亲集体意识及国家认同感 相当和立谈表示 希望透过升旗健入活动 凝聚乡亲与乡亲一起来迎新年 对乡公所的支持已经肯定 深表感谢 并表示新的1年公所团队会继续带领新城乡前进 13大社会福利政策幸福有感 近300多项大小建设提升乡亲的生活品质 今天为我们112年元旦升旗典礼及建守的活动 如期的来举行 虽然今天全台各地 因为东北季风的这个影响 各地失能 下着毛毛雨 但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升旗典礼 在公所的广场 如期的来举行 看到今天我们各位 大家对于下着围能 以及下着毛毛雨的这个早上 大家愿意来参加 来参加这个升旗典礼 对国家的热爱 对我们现象这边的土地 大家共同的来努力 李台在这边 要向各位所声新年快乐 延旦快乐 我们要除旧不新 过去的一年 不如意的事情留在2022 未来新的一年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重新再出发 过去的四年当中 现象在各项的建设 各项的社福 在各位议员代表村长 以及各位意见领袖 各位乡亲家人们的支持之下 各项的事务 竟在各位的协助肯定之下 都能够来完成 要表达谢意 在活动当中更有精彩的舞蹈表演 60台电视 100组好神托等 丰富大奖 近五年的申请活动当中 第一次遇到雨天 但是乡亲热情不简 现场居居了3000多位乡亲 公投一届2023年 用健康跨出新年的地步 更代表着 对新城相公所事件的支持也肯定 记得就好 请下期再见